据台湾媒体报道 中国国民党3号发表声明 声称坚定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包括希望延续马英九施政时期的做法 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大会 为民进党当局打气 鼓励其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放弃等 众所周知 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活动 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这也是马英九时期台湾得以以观察员身份 参与世卫大会的原因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所谓台独分裂立场 据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却妄想参与世卫组织的活动 其所谓以异谋独的政治目的世人皆知 另据报道 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疫情结束后他将规划赴美 研议成立国民党驻美办公室 强化对美关系经营 建立多元的对话管道 江启臣强调 国民党驻美办公室重点会放在美国参议院 众议院行政部门与智库以及媒体 要影响的就是在华盛顿的意见领袖 和网络的关键意见领袖 外界注意到江启臣上任后高调进行党内改革 包括两岸论述 他曾表示九二共识应调整 但并未正面表态支持九二共识 甚至在就职时的致死演说中 也知自不提九二共识 据报道 近日有蓝营民带建议江启臣应再提九二共识 甚至与大陆坐下来谈等 江启臣当时回应 必须让国民党内的改革委员会充分讨论 他直接定调不民主 不过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对于目前国民党内摇摆的两岸政策 曾直言不讳地指出 如果连外套到里面都换 国民党必死无疑 两岸未来必定谋求统一 不能搞所谓台独 不许可谓台独 不许可谓台独